现在我的空头仓位有将近13700美金的福音 折合成新台币的话大概是有40万左右 我应该平仓吗? 对于空头来说有风险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如果说呢 你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 我非常推荐Bybit交易所 它所换过这么多间交易所以来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 交易界面都是我换过最好的交易所 没有之一 下方还有更多头部顶尖交易所 我保证是全网返还比例最高的交易注册链接 好 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当前的行情 其实我们今天是6日对吧 我们在6日的时候 我们居然跌出了一小小段的行情 虽然说也不多了 但是也有个一千来刀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关心 我们的CME gap 它会不会来在平日的时候回复我们之前所留下来的缺口 会不会呢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现在的点位给标示出来 我们根据 呃就根据Bybit好了 呃标记价格呢大概是34,680嘛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点位呢 在CME gap上面给标示出来 34,680 好没问题 我们就给它标出来 34,680 好OK 那其实我们在4小时啊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是有留下了明显的缺口 如果说我们到明天早上 它还是没有回到36,680的话 那么它会留下一段缺口 那这段缺口会不会补 就会严重的关系到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波反弹 OK 那我们可以先来复盘一下 我们先切换到日线级别好了 其实如果说啊 我们 明天星期一的时候 比特币它还是在现在这个价位 那我们会在日线级别呢 也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缺口 那我们就不妨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留下这种 日线级别可见的小型缺口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动作好了 我们来复盘一下我们之前走的这个箱体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 OK 2 3 这三个 相当明显的缺口 那基本上呢 它都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来回补了 对吧 所以可见我们回补率是相当相当高的 还有呢 我们在此处的缺口 那基本上呢 这个缺口也在两个礼拜之内 它就回来补齐了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不过 也是在两个礼拜之内就补齐了 好 那我们再看到前面的几段行情 那这里的缺口呢 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补齐了嘛 那这个缺口 隔天就补齐了 然后这里的缺口它隔了很久 那这里的缺口呢 它也是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内补齐 好 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 其实大多数的缺口呢 基本上它都是会在一个礼拜之内 至多至多两个礼拜 只要是震荡的行情 那基本上呢 就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把它补齐了 但是如果说啊 我们接下来还是有一波 很好的上涨的话 像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留下的缺口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之前啊 这个点位 我相信这个地方啊 可能有些人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我们大概在24500美金左右的这个空格 它一突破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过 那你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两次啊 所留下来的缺口 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征的 它有一个特色 还有在这里哦 这三个地方 这三个地方呢 它基本上都是隔了一段时间才补 都隔了很久才补 那这个缺口到现在都还没有补 那这三个缺口它有什么特征呢 一旦啊 我们在日线级别 它出现这种明显的缺口 而且它没有回补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啊 后来都可以再走一波行情 对吧 每补之后就再走一波 在这里 每补之后再走一波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哦 每补嘛 对吧 就可以走出一波行情 好 那我们现在就很重要了 它现在如果说 它 在短期之内没有回补的话 那么我们 整个派发区间 相体的跌破 很有可能就会发酵 也就是如果说 我们没有补这个缺口的话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行情 很有可能就会跌得很顺畅 直接碰到三万 甚至在三万有小反弹之后呢 就直接跌破三万了 好 但是我们现在呢 还是来看一下当前的图表好了 我们就看到比特币的一小时 其实我会认为啊 我们反弹的机率还是有的 就是 如果说我们不补缺口的话 那我们很有可能会 直接继续往下 探到三万左右 那如果说我们补的话 可能就会迎来一小小波的震荡 那我会认为呢 其实 我们震荡上行的机率 是稍微高 那么一点点的 毕竟我们交易都是讲概率嘛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小时级别 它已经有出现这种动能啊 下跌的动能 稍微衰竭的信号 也就是在一小时 它有 Bullish Divergence 底背离的情况嘛 你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MACD是创造出来了 Higher Low 但是我们的价格呢 它不断创造出Low Low 那并且啊 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方式 就是我们直接量下跌的幅度 我们第一段呢 它的下跌的幅度是11个百分点 OK 那第二段呢 大概是5个百分点左右 5.33 我们就取一个整数嘛 5个百分点 所以第一 第一段的下跌啊 它比第二段要来的大很多 所以我们的下跌呢 它是有衰竭的情形 好 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判断我们的反弹开始了 也就是如果说 我们在接下来啊 看到这条线 它被突破的话 那我们很有可能预示着 我们的反弹就开始了 OK 那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那空单基本上 如果你是以 右侧出场的方式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拿一阵子的 OK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产生反弹了呢 我会有几个价位是我比较关注的 第一个价位呢 大概就在这里 0.382嘛 36,600美金左右的这个点位 那第二个点位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强调过非常多次的37,500美金 对吧 你也可以发现 它跟618是很接近的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有4小时级别的实体蜡烛啊 它是收现在 0.618 大概是37,800美金之上的话 那么趋势的空单 它才会出现风险 那这个时候 我很有可能就会离场 那只要它还没有出现 站稳在 0.618之上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我还会继续认为啊 持有空单 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是记得 一定一定要 随着行情呢 不断的移动你的防守指引 才可以 帮我们吃到最大段的趋势利润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好了 其实以太坊啊 它今天是稍微 稍微哦 没有很多 比特币凶那么一点点 OK 那以太坊它有哪些价位很值得我们关注呢 我们先看到前面 其实对应啊 以太坊它大概在 对应以太坊的对应比特币 大概在37,500美金的支撑 主力互换位的地方 其实以太坊它有 也有一个很相近的点位 大概在什么地方呢 大概就是在2540美金左右 对吧 我们在此处哦 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测试行为 也就是头肩底嘛 对吧 我们在这里走出了头肩底 然后在这里呢 它有过支撑的测试 有过支撑的测试 好 我们再往前看哦 在此处呢 它都有过支撑的测试 好 那我们拉到当今的行情 你可以发现 我们就非常非常完美的 在此处它获得反弹 对吧 获得反弹 但如果说 你现在是持有以太坊空单的朋友呢 其实还是可以拿一拿的哦 直到怎么样 如果你是趋势空单的话 那短线的单子我们不讨论了 这个点位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测试过很多次了 这里 如果说我们 以太坊它又回到了 大概在2766的上方的话 那么空单就真的要注意了 不然我们都可以一直透过移动 防守指引的方式来吃到 很大段的波段利润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 可以帮我的影片点一个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加密货币行情巨石孝行 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 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加入YouTube最赚钱的比特币 中文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